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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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欢迎收看曾峰造极 我是黄宇凡 今天是7月14号礼拜三 非常感谢大家 等一下我会慢慢跟大家说明 大家的来电支持 我们下礼拜开播盘中直播 礼拜几在跟公司确认 下礼拜就来开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来电支持 你真的是很厉害 大家这个很热烈很踊跃的参与这个活动 那大家因为觉得说现在目前这个行情 说实在的震荡超大的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行情 因为昨天有那么大的量 大家认为说他是换手量吗 还是什么 出现超大的量 今天量也有5700多亿 大家看一下今天高点的位置在17940点 那么低点是17716 低点杀了131点 各位高点往上冲了快要100点 低点杀了也100多点 所以这样震荡下来 等一下收盘的结果是 我们就小跌一点点 刚好小跌1.77点 小跌1点 那么好吧 注意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盘 大家一定会关心很多 比较热门的股票 包括我们过去讲的那个 我举例好了 航海王好不好 大家一定会想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航海王 但我有提醒过大家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当时航海王在相当热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是 因为你看那一艘船 一艘船本来可以载1万个人 我假设是个大型的游轮 他载了1万个人 结果已经跑上10万个人在上面 你觉得他是开的洞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叫大家 麻烦 你们后来挤上来的 我们有下1万个人 我们船只能载1万个人 只有现在来了10万个人 麻烦你们先下去一下 我们船才有办法开 大概就是这个理论 所以我先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假设你有像类似航海王的 比如说长荣 我先举例 他是被关紧闭的股票 因为涨超多的 来我第一件事情问大家 请问长荣的基本面好不好 好啊 你不要讲了 我讲万凯也很好 长荣也很好 长荣还要再买货柜不是吗 这个你听到消息面 那既然如此 他为何是233这个位置 开始这样的跌法呢 基本面不是很好吗 来了 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叫做利空 长多了叫做利空 什么都不要考虑 什么都不要考虑 长多了 他就叫利空 原来是这样 跌多了 他叫利 他叫什么 他叫利多 长跟跌 等一下 所以基本面 很好的情况之下 长多了 他就是利空 所以要怎么样 修正 修其整理 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在里面 好吧 你去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航运股 这火箭股 航空股 来 那现在拉回来的时候 如果你有 你说该怎么办 我先问大家 我举长荣的例子给大家听 来 一样 你想货柜三雄也罢 这些所谓的航运股也罢 当电子股 他有这个契机上来的时候 资金他会转移 那第二件事 当来到这么高 他做进行修正的时候 同时筹码在进行改变 对吧 该卖的卖 这个要买的先考虑 买的时候 短套的 这一堆 但是你如果问我说 对航海王的看法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的看法对航海王 我先举例 比如说长荣 我先告诉大家 我持有的态度叫做 中性偏多 你还偏多 等一下 如果他今天一直涨 一直涨 我告诉你 我没有要考虑 因为之前我就跟大家讲 我先做电子股 对吧 一直涨 一直涨 涨到这里了 等一下 因为你有在修正 所以我提出我的看法 叫做中性偏多 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对吧 你一定想说 那航海王 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对吧 等一下 我得要先操作我们这边的电子股票 所以等他修正到差不多 我认为可以接的时候就可以 但是我是中性偏多 我先跟大家说 我中性偏多 好吧 既然如此的话 今天盘面上 你去看到那些涨你满的股票 是不是都跟电子有关 是的 有些还跟苹概股有关 我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三季的苹概股 你当是旺季 对吧 对吧 是 我先跟大家提一件事情 就是我过去在讲 那个产业面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谈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请问你会想到什么 碳化系 淡化价 对不对 好吧 那我今天如果跟大家讲 功率半导体 你会想到什么 导线价 二极体 等一下 请问强帽这么强以后 今天被K下去 请问为什么 长多了叫利空 是不是这样 你知道强帽长得 是不是够夸张了 实在够夸张了 供到一百块以上强供 那我问大家 当要获利回土的时候 我告诉你 随便买随便赚 意思就是前面买的人赚更多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观念 长多了 他势必要拉回 对吧 他会反应 所以那个叫短线利空 修正以后 他有机会再涨 那个叫产业的前景 好吧 如果搞懂这两个观念的话 你操作股票会很愉快 你不用追高 我先告诉大家 真不用追高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今天你看到谁 两家公司 我先跟你讲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汉磊 亮灯涨停 对吧 等一下 汉磊还跟谁有关系 当然是家经 家经也蛮猛的 等一下 这是上游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先涨下游 再涨上去上游 是不是这样 对啊 先涨中游 再涨上去上游 再来 接下来你也觉得很妙 我现在跟大家讲 细心源 真的可以多注意 好吧 我现在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这个例子就是 每当我们要碰到 那个所谓的 颈线 前方的压力区 前方的最高点 你说要怎么突破呢 带量换手突破 那个筹码是 谁在攻击的 那个非常重要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你最近期看到的散户特工 就YouTube散户特工队节目里面 来跟大家讲 这摆在第一档的叫做旺系 第115集 那最近播出的 我记得上礼拜五吧 是吧 旺系 115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礼拜一的旺系 它亮灯涨停 对吧 我给大家看 从哪边出发 从这里出发 然后礼拜一 它这样 接着我们在 我们到电脑上去看一下 它最近的走势 我让大家去观察一下 收盘这样收的 是 等一下 注意看 1 2 3 这边播节目 这边其实在整理 对吧 这边有个压力区 短线的压力在这边 如果这个 那一天7月9号播旺系的节目 散户特工队 来了连三红 你有没有看到 砰到这里 各位你看 短线这样的强势的表演 来我们来看它前面的压力区在哪 前方 短线压力全部突破了 对啊 我再给大家缩小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前方的高点在哪里 这条线画过去刚刚好 所以上次留一个上影线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不一样 今天留下影线 红K带下影 对哦 你发现什么东西不对了 筹码不对了 之前卖的很重 所以往下打 打到这个位置 打掉 离开了百元俱乐部之后 重新回来 然后再整理的区间 这个整理区间 我们刚好做了这一集节目 散户特工队的节目 做完之后播出之后连三红 然后到达前方的高点 你觉得它会不会突破 这重点 它重点是什么 它到底做什么的 对吧 现在对了 我现在了解一件事情了 大家往往在做股票 往往知道那个产业 然后呢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到底什么时候该进去 像这一类的股票 我让坦白告诉大家 礼拜一你进去 你随便哪个点都赚钱 不是吗 你去看看K线 我请教大家 礼拜一的位置在这里 礼拜一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今天的位置 请问你哪个点进去 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对的 是啊 那更不要说 等一下给给大家看 来 你会发现 这个超妙的 为什么 那股价拉回修盛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股票根本就不能做了 为什么 烂到爆 我跟你讲 前一阵子大家说电子股烂到爆 结果像这一类型的股票 我等一下拿给大家看 这一类型的股票 打下来修正完毕 碰个一倍上去了 你说拉回是不是机会 是 电子股就是个模式 这个封装测试 其实不用讲了 因为我之前讲很多 里面今天有创新高的股票 跟车店有关的 所以我拉回来到这边来看 我非常感谢大家 的来电支持 这叫冲天炮 强势攻顶 这昨天跟大家讲的 对吧 各位你去看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先不要打开 先不要打开 散裤特工队第64集的主角 跟苹果概念股有关 相连接 之前有很多观众说 他这个会涨吗 怎么样怎么样 有修正 今天创新高 散裤特工队第64集的主角 麻烦各位 麻烦去找一下 我们今天先不要公开 我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买 跟你没关联性 有买 你看到你已经知道什么股票了 如果不知道 想知道 麻烦各位去看 YT YouTube频道 散裤特工队第64集 的主角 当时我在讲产业的时候 当然股票它会修正 哪个股票不会修正 什么叫利多 跌多了叫跌深了 跌多了 产业前景不变 股价跌深了 跌多了 叫做利多 产业前景不变 股价涨多了 涨高了 叫利空 航海王是不是 是 所以航海王因为 他这种跌法是因为 他的未来就不赚钱了吗 所以他开始要这样跌了吗 不对啊 怎么会是对呢 前面赚这么多钱 后面人就是迎接旺季啊 就是因为涨太多了 真的 就是这样 你说股票市场 有没有奥妙 非常奥妙 同样一个产业前景 摆在那边 只要他涨多了 拉回来修正的时候 就看他拉回来修正的幅度 有多大 同样的相对 航海王在涨的时候 请问谁倒霉 电子股倒霉啊 所以你当电子股倒霉 衰了这么久 就一直看你们航海王 钢铁人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这样子来看 电子股就在那边等 那边很闷 懂的人会去接电子股 在那边接接接接接接 开始接 谁开始接 大股东开始接 你知道我们家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先回补啊 法人开始接 最后才散户进去接 所以往往我在跟大家讲 我说我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先看两季 把产业景气看清楚之后 把产业趋势告诉大家 把基本面题材告诉大家 把它当教学影片 我全部把它放在 YouTube频道 就在网路上 你自己去看 散户特工队 一百多集的节目 你可以发现好多那种标股 前面就跟你讲产业趋势了 但是今天有个新闻 金管会要开始扫荡网红 什么叫网红 网路世界有太多人都是专家 对吧 很多专家他都说他很棒很棒 我们也表示支持 很棒很棒都很好 那专家什么样认证呢 我先问大家 怎么样认证一个专家 我是分析师 所以我要问一下 我们那个摄影棚 我这一支摄影机的 那个分析师 那个不是分析师 摄影师啊 每次我都以为他是分析师 因为他每次跟我讲股票 都讲说 老师我跟你讲 那个股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听完说 有道理耶 你股票真的了解得很深 你不当分析师好可惜 我就考不掉 对哦 你真的考不到 但是你讲得很棒 好吧 所以网路上有很多 没有分析师证照的 但是讲得很不错的 他的消息来源来自于哪里 他就是看别人节目 然后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尽管会开始要扫荡这些网红 扫荡 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投顾 第一 没有合法的投顾 第二 他没有分析师证照 这只是个门槛 你要分析师证照 你才有办法去分析 去告诉大家这个产业怎么样 如果你连分析师证照都考不上 你称什么专家 我觉得考分析师最简单的 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要考分析师的话 很简单 我现在告诉你 因为它里面有深论题 一题十分 深论题要用写的 里面有时候会出计算题 你的公式要对 你的答案要对 答案一定要对 公式也要对 前面你的算式也要对 算法也要对 这样才满分十分 一集拿十分 你看有没有难 有难度 所以分析师并不好考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既然我们是合格的分析师 我们受法律的规范 所以我们在节目 我们就会跟 循着法律来走 网络事件没有 没有分析师 我随便讲 我随便告诉你股票 这样可以吗 好的 这是重点 所以金管会现在要去查 你有没有合法投顾 你有没有分析师证照 这个为前提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有 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在这上面讲的都产业趋势 我有跟大家讲 讲的带到个股的时候 麻烦各位自行参考 买卖点自行决定 好吧 所以当回到我们节目来的时候 我往往会跟大家说 像昨天那个情况 我说我盘中要开直播 大家说好好好 非常热情 真的非常热情 打电话支持说 开直播 开直播 告诉大家 大家的努力 我们下礼拜就开始开 那下礼拜几呢 我再问一下公司 确认一下 我在节目里面再告诉大家 好了 那好吧 那现在我之前有跟大家讲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差点把我气死 气到晕过去 等一下那个讯息是怎么样 就是有人 就是用我的照片 然后那边发什么LINE LINE群组 有的没的 这里啦 这里啦 找到了 有没有 严正声明 没有TG 没有IG 没有LINE群组 等一下 既然 你们要用LINE群组 什么教学有的 没有的 敢用我的照片 这个我已经报警了 你就不是我本人 你还居然敢自身雨凡队长 气死我了 我就跟公司讲 我说LINE LINE是不是 你有LINE 我不用LINE 我居然让你用 哪有这种事情 我也来用LINE 我告诉大家 我现在准备了 我开个官方的LINE的账号 因为还没有出来 我已经申请了 所以我今天上面有讲 如果你有想加雨凡队长 正版雨凡队长 你现在看到我在讲话 我就是 黄老师就是雨凡队长 在YT YouTube频道上 散户特工队这个节目 是我在录制的 已经116集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郑重的宣布 你们那些诈骗集团 盗用我的照片 来开LINE群组 来骗人 那叫诈骗集团 所以怎么样 我反制你 我也来开LINE 好吧 官方的LINE 正版的LINE 过两天就会开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说 那我要加入正版的 我想要加雨凡队长的LINE 等一下请广告的时候 先来电 先预约 到时候LINE一出来 麻烦你就先进去了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是跟你来真的 我跟你来真的 跟你们这些诈骗集团来真的 对吧 骗人家去买港股 气死我了 我什么时候去讲港股 还真的有人相信 真的有看到老师的照片 宇凡队长 你有看到他本人在里面吗 没有 就是有人在里面一搭一唱 说谢谢 谢谢什么宇凡队长 我老婆要买珍珠项链 怎么会你老婆要买珍珠项链 这种梗那种大陆梗很好笑呢 这样子还要被骗 我再三强调 为什么我会浪费一些时间 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讲 声明这件事 我气到不行 你知道吗 好手好脚 没有事情去做诈骗的这种行为 对吧 我讲了 我不希望大家受骗上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开正版的LINE 跟你对决 不是吗 大家要告诉大家 那个是假的 只有这个是正版的 我要稍微运气一下 有想到这个我就神奇 因为有一位太太被骗了400万 她怎么被骗的你知道吗 这个LINE群组里面 居然叫她说 我有内线消息 我跟你讲去买港股 买一档港股你知道吗 买那档港股 买下去 砰跌下去 这个我记得我在我的粉丝页 我把那档港股我写出来 因为受害人他就是说 我当时就是买这档港股 我心里想说 你看我节目 我什么时候讲过港股 他说 那个进去里面的氛围 就好像真的是老师 跟一些粉丝在里面 我说对 那一搭一唱 那叫诈骗集团 所以他损失了400万 400万台币 买一档港股 就损失400万台币 我超心疼的 因为年纪也大了 对吧 很容易受骗 因为他相信我 他误认为那个是我 所以到今天 我觉得说 那我跟你对决 你是假的 我是真的 我跟你对决 我希望 不希望大家在外面被骗 我这边再次强调 好吧 我讲很久吗 请问我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五分 所以你没有分析师认照 对吧 摄影师 他讲的超好的 所以我们是要进广告吗 进广告之前 我还在提醒大家 因为我LINE的官方帐号 现在已经在申请 应该这一两天就下来了 如果你觉得 你要抢先预约的话 一下来你先进去的话 我还没有公告你先进来的话 麻烦等一下 进广告的时候 想要加 雨凡队长正版 官方的LINE的话 等一下就打电话先预约 好吧 大概是先这样 所以我们开始 要进广告了吗 OK 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来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8512-5858 8512-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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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官網服務 歡迎光臨臨 請搜索關鍵字 亞太國際投顧 頂尖團隊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 8512 5858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好 回到現場了 我剛剛是稍微有點激動 但是我一想到那個詐騙集團 我就超火大的你知道嗎 火到我剛才我剛才流汗你知道嗎 我想到這個大家那個投資人那個血汗錢 就這樣子被騙去買港股 一把火 肚子真的一把火 好吧 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回到我們談股市來看 所以剛好形容一件事情了 我們在看產業 如果趨勢看得對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哪邊切進去 對吧 我覺得切進去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在那個散戶特工隊 你們有講超久的 為什麼要去了解產業趨勢 那各位 你一定覺得基本面真的有用嗎 那你慢慢去了解那個節目的內涵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當你了解以後 那個拉回的點來的時候 你要切進去一倍 我現在告訴大家 講切進去就是一倍 好吧 那如果說你切進去就是一倍的情況 那你要等到股票有拉回 對啊 如果真的拉回你敢買嗎 不見得 我現在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還是習慣什麼 追強勢股票 那個叫短線操作 追強勢股票 無可厚非啊 本來就是啊 你不強勢我追你做短線 是做的贏嗎 做不贏 好吧 那如果今天這樣子來看的話 各位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剛剛有舉例 我要舉什麼例子給你看 第一個 他叫漢磊 請問他今天多少錢 今天的價位已經是到 之前昨天是已經突破100 對吧 然後拉回 今天再攻 那再看一下漢磊他的走勢 電磁股 各位請看 這高點 這低點 這中間上來的時候沒有過 拉回來修正 這叫拉回 是不是 這叫反彈 這上去了 這一波走勢 這叫拉回 各位 所以怎麼樣 走的當然走 拉回的模式 這樣子才有辦法做波段呢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 這是漢磊對吧 那想想 漢磊都可以這樣漲了 基本上呢 他能夠漲到100 真不得了 我再給你看一下 來 他拉回了對吧 但是你要想一下 他叫金像光 這不用講了 大家一看金像光就知道他做CIS 這才誇張 我現在跟你講 最高241 好吧 你看看這邊是多少 各位你知道這邊多少錢嗎 86 241 86 好了不要講這86 我們講這一段拉回的這一段好了 這邊多少 差不多150 150幾 240 所以每次拉回都有機會 對啊 來等一下他是不是又拉回 大家去想說不對 我們再回來看嚇一跳 為什麼 漲超多的 好吧 這叫什麼 漲多了他就是利空 原來是這樣要休息整理 所以剛才講的航海王那些股票 是不是如此 基本面沒有變 但股價超漲 超漲以後人太多太重 碰 開始要人撤退 等一下 大家撤退是這樣子 有時候撤退是 還可以照著順序走 來各位兩位攝影師來 麻煩這邊請 這邊人比較少可以這樣慢慢走 人多了誰管你啊 你在那邊指揮沒有人管你 砰 我要賣就是要賣 砰 我要賣 太多人想走 這什麼 造成出口小人太多擠在那邊跌停 出口小人太多擠在那邊跌停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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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出口小人沒那麼多 跌沒那麼重 原來已經走很多人了 各位這理論嘛 所以到那個時候如果說我走出去一看 沒有人要跟我擠我在擠什麼 變我自己想要出去沒有人要跟我擠 準備漲吧 因為有人要上來了 他整理的差不多又要上來了 這個概念 所以對航海王這類的股票我是中性偏多 各位我沒有偏空 我反而是偏多看待 我的心態會是如此 那電子股有一些根本還沒漲到 我現在告訴大家 電子股超妙的 拉回來休息可以注意 注意街 有些還沒漲到的 這可妙了 所以各位我今天最後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剛跟大家講了 我要跟詐騙集團對決 所以你覺得說我要加雨凡隊長的LINE 你待會就來電話先預約吧 我大概這搞不好明天就好了 官方的帳號 先打電話來預約 先進去 到底有什麼好康 有好康 來不及講 明天再跟大家說 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自負投資風險